TVB 新聞專輯《網通趙連海》 由毒奶粉受害家長變成街下籌家趙連海,看得人心都寒埋。 這條由TVB 新聞報兩年前製作的紀錄片《變革三十年》, 四集當中有一集訪問過趙連海,一直可以在TVB 官網上翻看。 當年的監製,現在去了中大教書的歐加倫,在 blog 中說, 日前發現零零丁丁沒有趙連海這一集,她的心當堂涼了一節。 我不敢說有什麼發生了,我覺得在一個合合就很合合。 正如那一套專輯,在《變革三十年》有時候沒有改過。 因為有些叫Online Right Issue, 可能有些節目裡面拿了別人的影片, 因為有些Right Issue的情況下,她就要拔走。 所以因此可能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一定是與政治原因沒有關係。 咦?為什麼明珠台的版本又看到了? 你的Pearl看到的話,跟中文台有的,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Pearl成雜都在,就不是政治主意了。 任何批評都發展的。 他們的收益大意, 是不是一個月經TVB 已經見我這麼慘呢? 令到這些這麼重要的資訊在香港也要小心。 又難怪網民改口叫母先做CCTVB啦! 好的,請問我先來自上三天、 請問我先算或是個詞, 確認我旁邊。 請問我先來自那齊頁。 請問我先到我們在這裏,